youshi 大家好我是Taka 隨著時間越來越近 各國經典賽的名單也陸續出爐 在1月26號日本隊也正式的公布了30人名單 今天這支影片招管理的 要來帶大家深入淺出的認識一下這支有一定程度喚寫的日本隊 在去年的日子明星賽前 我有做了一支預測名單的影片 那因為辭退的人蠻多的 所以命中率是慘不忍睹 那時候拆了28個只中了13個 笑死 有興趣的再自己去回顧一下吧 這支影片主要會說說我對這些球員入選的可能安排 還有到時候比賽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陣型 比竟然不會是只看的數據念去年的成績 那首先看一下投手名單的部分 在這份名單中我覺得最驚訝 但其實也不太意外的 是達比修有的入選 最初達比修在推特上發布一則消息 認為日本隊人才配出 以及沒有他的出場機會 所以就不打了 可是在立善監督的親自到美國拜訪下被說服了 報導中說到 11年前達比修離開火腿到美國時 立善監督曾和達比修說過 哪怕一生只有一次機會也好 想再次在先發名單上寫下 投手達比修有的名字 達比修很意外 立善監督竟還記得有這件事 也就是這樣特別的師徒關係 讓達比修接受了這次的徵招 達比修雖然已經37歲了 但現在都還是大聯盟的一線強投 實力是絕對沒話說 而且還是有多冠經驗的選手 09年最後那個再見三陣的怒吼 相信有看過的各位 現在應該都還記憶猶新吧 有特地加入對日本隊的士氣絕對有大幅度的提升 另外在名單中 算是比較不是大眾普遍想到會入選的 有互相翔征 兩個高橋 湯潛經濟 還有羽田川優西 這五位也都是首度入選國家代表隊 先講一下互相的部分 近兩年巨人隊戰績相較以往是真的有點慘 連帶著討論度也有些微的下降 連互相在巨人隊拿下全隊最多勝 還擁奪央連三陣王的表現 好像都沒有受到太多的關注 在新柳晃陽成為日本代表的遺珠下 互相也成為比較是變折頭髮的先發代表 偏四分之三的出手 阻力球種卻是只插球 還有能投到154公里的速球 在短期賽中要快速適應是絕對不容易 再來是兩位首度入選的高橋選手 紅斗和奎二 高橋紅斗今年才正要滿21歲 同時也是整個日本隊陣中最年輕的選手 去年首度正式在義軍出賽 就投出10.34的K9值 優質先發率也有高達68% 最快球速來到158公里 投球動作在進到直棒後 逐漸修得有點神四三本猶身 主要實用也是直球和直插球 還有一顆搭配用的卡特球 以去年投出的成績來看 未來絕對是中日的王牌投手 甚至我滿看好他未來有機會挑戰大聯盟的 只不過是稍微有些意外在這時候入選日本代表隊的 可能是看在未來也是日本隊的主力 提早將他選進來累積一些國際賽經驗 而另外一位高橋奎二則是我本來就預測會入選的選手 他在近兩年改了看起來有點中二的投球動作之後 表現已經可以說是己身日直的一線左投 左投有著能投到155公里的球速 還有角度也是很刁鑽的滑球 我猜在賽會上應該也會負擔不少短局數的投球 而湯潛經紀其實在去年季末日本隊強化四盒中就已經入選過 今年也被點名會接任阪神隊的closer 去年有著59場出賽、反律1.09的表現 還有著10.04的K9值以及1.86的BB9 光看這數據就能夠知道他的能耐在哪裡了 驚人的是這還只是他首年正式在一軍出賽 在新人王票選也是排名第二 純高壓的投球型態最快能投到156公里 投球有著特別的競壘角度 搭配最適合高壓投球的球種、紫插球 光是看他的投球動作就有種莫名的爽快感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他在今年賽的表現 最後絕對是可以稱得上是最大黑馬的羽田川優希 在今年7月以前還是育成選手的羽田川 在轉支配下後19場出賽留下0.81防禦率的超優異表現 還在日本一大賽上4場出賽5.2局送出了10K 被轉播的球評稱作是影之NVP 羽田川串起的時間真的非常短 不要說國際賽對手對他會感到陌生 甚至可以說連整個日本職棒都對他不太熟悉 而他會入選的原因也相當簡單 有著絕佳的三陣能力 能投到159公里的速球 也有一顆國際賽不可或缺的強心臟 主力球種是直球還有兩種軌跡不同的直插球 直球因為出手點和轉速的關係 給我有種騰川球而直球的即逝感 雖然羽田川最後會入選可能是因為平良海馬遲退 所以選了個型態類似的投手 但我個人還是蠻期待他在賽會上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而其他還沒提到的都算是普遍認為應該要入選的 還是簡單的一一介紹一下 大谷相評 好像其實也不太需要介紹 就是目前全世界最知名的棒球選手之一 真的很期待立善監督會怎麼安排大谷的出賽 還有他在賽會上的投打表現 佐佐穆朗希 去年季中差點連續兩場的完全比賽 早就已經震驚全世界棒彈 非常期待如果日本隊打進副賽後 他和大聯盟選手間的對決會有什麼樣的火花 三本遊生 近幾次的日本隊介紹中都有他 好像真的也不需要太多的介紹 基本就是目前日子最強的投手之一 三本之餘這屆的經典賽 就像是當初松板大斧在06年參加經典賽那樣 與大聯盟簽約前的小事伸手 如果也能複製松板在賽會拿下MVP 那真的是有望在明年創下超級天價合約 金勇生態 這位台灣球迷應該是再熟悉不過了 從新人實習的亞冠賽到19年的12強 都成為了中華隊的惡夢 而他也和三本一樣 極有可能在明年就提出海外飛 雖然前兩年金勇受到傷勢的影響 成績有些下滑 不過今年算是身體健康的出賽也找回了身手 他的入選也將成為整個日本隊投手陣中 最重要的先發左頭戰力 另外也算是小意外 首度入選的左頭功成大迷 意外的點是 其實他去年的成績並不是非常優秀 先發左頭來說的話 我原本還以為會選到去年表現更為出色的嘉藤貴姿 不過畢竟宮城還是個有球速 能投超過150公里的左頭 還會投不到100公里的曲球做搭配 這種快慢搭配在短題賽好像也是蠻搞心態的 同時宮城還有非常好的控球能力 去年還投了兩場的無40球完投 我猜宮城在賽會的任務應該會是連續出賽的一局限定左頭 下一位伊藤大海 當初在東京奧運是在兼野日之辭退後 以替補的身分入選到代表隊中的 結果在四強戰和決賽中後援登板都有好表現 對日本隊能拿下金牌有著非常大的貢獻 這次的經典賽也是不意外的入選了 他有著一顆非常適合打國際賽的大心臟 不過比起表現我更在意的是 他在經典賽上會不會也被對手抗議紫華粉用的太多呢? 最後看到純後援組這邊 剛剛有先提到的羽田川和湯淺 另外三名分別是松井玉樹、大士和莉玲良力 松井在17年的經典賽就是當時的日本代表 近幾年除了他還有先發夢的20年以外 都還是聯盟中最強的救援投手之一 去年也二度拿下楊蓮救援王的頭銜 今年球季結束後也非常有可能跟三本和金勇一樣 提出海外FA前往大聯盟 我自己是猜他會是這屆日本隊最主力的關門投手 大士 全名翁田大士 今年央年的新人王 其實也算是入選的一匹大黑馬 雖然是第一年打職棒的新人 不過他在球季的開幕戰就登板關門並且拿下救援點 整個賽季繳出37次救援成功和2.05的防禦率 成績表現以及在投手球上展現的霸氣 確實是不會讓人擔心他在國際賽上的表現 大士的直球最快能投到159公里 球速頂快的側投選手讓人想到韓國知名球星林昌勇 不過比較讓人擔心的點是大士雖然有著很好的球速 但他整技的被長打率是偏高的3x13 同時也被打出了7隻的拳雷打 一樣連超過34救援成功的closer來說 是相對偏高也是最多的 在國際賽上如果上場救援被開轟無疑是重傷害 就看看他能不能在賽場上讓自己更進化了 而莉林兩莉則是和大士算是一個極端 整技的救援登板之數雖然少了大士10多場 但也拿下31次的救援成功 而且他整技沒有被打出任何一隻的拳雷打 被長打率也只有1x70 也就是這樣強大的壓制能力 讓他在東京奧運時就成為道夜監督最倚重的終結者 莉林還在去年將原本有些偏高的保送問題 從新任年的4.82比19進化到了2.79 後援投手才打兩年就累積3.6的WAR值 真的相當驚人 應該會看是面對左右打來決定要由莉林還是松井來關門 最後在配置上經典賽因為有投球數限制的關係 首輪的市場比賽基本上一定就是雙先發的配置 以日本隊的實力不用考慮到所謂的抓放來說 預賽市場的首位先發應該就會是四大王牌 打筆修友、打鼓翔平、三本遊生和佐佐目朗希了 搭配的應該會是互相象征、金勇生態、高橋紅豆還有高橋奎厄 伊藤大海、攻城大迷、雨田川游西還有湯潛荊棘 自然應該會是救火組和功能組 最後可能再看看當天的情況 由松井玉樹、大士和莉林兩利三選一上來關門 投手的部分告一段落再來看到捕手這邊 原本捕手和我預設的應該是一樣的啦 只不過剩有在因為FA到歐利斯的關係 希望在明年球季先以球隊的調整為主而辭退了 而應該是考慮到捕手著打的功能性所以選見了大神卓三 說實在本來應該不是教練團的最佳人選 但大神確實也是一時之選了 作為巨人隊的主戰捕手 兩層66打擊率還帶有13隻拳雷打 算是捕手三人中打擊表現最佳的 只是看到森友在辭退時 照麗山監督的大膽選人 我還以為會選年輕且打擊數據更加的板倉將無 可能是在捕手這塊還是希望以經驗叫做的選手為主吧 而賈斐拓爺我想應該也是不用多做介紹了 應該還會是日本隊的主戰捕手 只不過他去年的打擊成績實在慘烈 只有不到兩成的打擊率還能拿下最佳9人 也是被不少日本網友拿出來酸 論綜合能力來說的話 也許中村優平的出賽機會會比賈斐還要多 中村在今年穿上楊樂多準退休的27號背號 如今他也和前輩古田頓也一樣成為國家隊的一員 雖然在賽季殷傷在下半季才歸隊 但攻守兩端的表現也都依舊亮眼 整季蹲補沒有失誤 還創下央連最高的3x64主殺率 所以我自己是認為中村有可能會是這屆經典賽的主戰捕手 只是這部分還帶有一點點燕迷的情緒在啦 咳咳 再來野手的部分我想先講一下外野手 這屆的外野手和前幾屆也有蠻大幅度的不同 主要原因是因為以往都是帶6名的外野手 這屆算是只帶了4.7名的外野手 分別是吉田正上、陵木成野、近藤劍界、Loss Nubar 還有也能分擔外野手背的周東誘金和大谷祥平 什麼?大谷也有可能下去守外野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麗珊監督目前也不知道所以只能算0.2個 因為是作業流程的關係 天使那邊也還沒給出大谷在經典賽的使用限制說明 不過他在日本和美國也都有守過外野 也展現過不少次的雷射肩 如果能用在戰況膠著時未常不是一種選擇 而周東去年在打擊上表現還算不錯 但他入選經典賽的主因可以說是絕對不在打擊 要的是他的速度還有多功能的手背位置 相信在12強的時候從1壘到回本壘的驚人速度大家都還沒忘記 周東能守2壘、3壘、游擊和外野 但內野這次選了一堆人應該是沒有他的位置 所以他的主要任務應該就是帶跑以及外野的替補 而另外主力的4名外野手中 最重要的個人認為會是這4.7名的外野手中 唯一的誘打林木成野 林木在17年就打過經典賽 19年的12強和冬季奧運賽會上都擔任4棒出賽 儘管去年到大聯盟後也受到一些適應上的影響 但我相信在國際賽的林木是不會讓人失望的 而今年正準備要到大聯盟發展的吉田 就算拿到了天價合約 還是易不容辭的加入了國家隊 打擊能力絕對沒話說的吉田 比較值得關注的 是會讓他上場守備還是打DH的位置呢? 是說立山監督好像有說過 DH目前除了大骨沒有考慮過其他人 這樣讓吉田守備的話在比賽後半是否要換上守備組 這也會是一個令教練團比較煩惱的點 而進騰間接的話其實也有類似的狀況 守備能力和吉田一樣頂多就只能撐得上普通 但連續5年超過4成的上壘率在國際賽也是絕對重要 而且這次的監督又是最了解他的立山 是要讓他先發好還是在關鍵時刻代打好呢? 這就交給教練團去煩惱吧 最後一名外野手是最特別的Nubar 老實說我是真的挺意外日本隊這次也徵召了非日本人 這也敗思想比較現代化的立山監督所示 而Nubar雖然在大聯盟有時機 但真正打出成績的時間也不太長 就1.5個球技 在傳統數據上來看也會讓人覺得有選的必要嗎? 不過能在大聯盟打出單技126的OPS+,那是真的香 立山監督一定也是到了美國看過之後才決定選他的 在名單公布後立山監督的訪談中也有提到 他認為Nubar也有很好的守備能力 打擊在擊球也有非常好的contact能力 對於他入選的表現是相當有信心 而且Nubar從小就是日本隊的球迷 相信他在融入這支隊伍是一定沒有問題的 最後看到的是內野的部分 扣掉周東的話一共選進了7名的外野手 先說一下我就不做誰會是先發的這種預測了 因為會有很多場比賽一定有多種不同的排列組合 首先相較於12強和東京奧運 這次的經典賽名單終於帶進了純一壘手三川穗高 今年的日本職棒算是投手大年 兩聯盟相較去年的全壘打數平均少了將近100隻 三川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能打出41隻全壘打 也是兩聯盟為2超過40轟的打者 他在去年狀況到季中都還維持得相當好 打擊率是一直到了季末才開始慢慢往下掉 如果能和去年一樣在開季就有4場4轟的火力全開表現 那相信三川在經典賽上也會有很好的發揮 另外一名能守一壘的選手 是神奈川的帝王阿牧穆秀物 穆秀物在東京奧運時就被許多人認為是移出了 新人年就打出超過3層打擊率和20轟的表現 去年也是幾乎完美複製了首年的好成績 職棒第三年就成為年薪破億的選手 只是要比較擔心的可能是他的首輩 一來他在去年就以二壘為主沒有再守過一壘了 而二壘的首輩有著聯盟最多的13至15 估計會以代打還有對上實力較弱的球隊時出賽居多 另外還有也能守一壘的是鋼本和珍 不過其實他和幕一樣已經不是一壘為主了 而且他已經連續拿了兩年的三壘金手套 鋼本有著連續5年打出超過30轟的表現 雖然三壘的主力基本上應該還會是以村上為主 但應該會針對左右頭做先發和代打的調整 不論在打擊和守備操作都會更加靈活 也有可能照他本人的意思去分到外野的守備 而說到三壘,村上中龍已經被多數的日本球評 都直接預測會扛下日本隊的4棒 確實,打出單機56轟不排4棒的話應該會直接沿上 打擊能力是絕對沒話說 不過我個人小小擔心的點是在抗壓的部分 有在關注日子的人應該也都有注意到 村上今年雖然打破了王真志55轟的本土紀錄 但其實55到56之間卡彈了將近半個月 這14場比賽中間,村上的打擊率還從3x37 一路下滑至3x18 期間還狂吞了24的山陣 最後才在球技的最後一場比賽的最後一個打席打出56轟 當時其實沒有想這麼多,但現在回頭來看 明顯是受到無形的壓力導致狀況不佳 同樣,連兩年在日本一大賽上 村上雖然都有打出拳雷打,但也都明顯狀況不佳 也許也是因為背負著勝負壓力所導致的 在東京奧運時因為隊上有很多的前輩 打8棒的村上就有著很不錯的發揮 該怎麼樣調適壓力將會是村上在這間賽會 急需也是必須克服的一大關鍵 如果能有所突破,也許明年直接打破60轟的紀錄也不一定 接下來看到二壘這邊,沒意外的話 主力應該還會是日本的國際賽專武三田哲人 在12強和東京奧運的救命三分蛋和清雷打 都可以說是有他的幫助日本隊才能拿下金牌 而相信苦主韓國隊這次對上他也會嚴加看管的 尤其這邊這次帶上了原田壯亮和中野託夢 中野的部分應該是因為版本有人和金空劍太 相繼宣布辭退金雷賽的關係才會選到他 打擊能力不錯,還有很好的速度拿過盜雷王 今年也拿下央連的遊擊手最佳9人 只不過就是手背…該怎麼說呢?比較迷洋一點吧 他因為有著很好的角層,所以手背範圍超大 同時也是因為這樣,有些其他選手碰不到的球 他有機會接,但最終沒接到可能就寄了失誤 所以他也連續兩年都是央連失誤最多的遊擊手 不知道教練團會怎麼樣安排他的出賽 但也許廣大的手背範圍會在關鍵時刻救了日本隊也說不定 而這屆主力的遊擊手應該就會交給原田了 相信原田應該也是不少人心目中 現今日本手背最好的遊擊手了 而原田的打擊其實也真的不差 每年的打擊率也都能維持在兩層C上下 先前的日本隊都是因為有打擊更好的版本在陣中 導致原田主要都擔任帶跑和替補的角色 希望這次的國際賽原田能證明一下 他其實不只有手背好,打擊也是一樣能行的 好的,那以上是這次日本隊入選球員的一些介紹 有些比較常見的名字可能講得比較簡短還行見諒 接下來講講幾個大家覺得比較可惜的遺珠 那在講到遺珠之前要先講一下提前辭退的選手 剛剛有提到的神友哉和進攻劍態 希望明年以球隊為主所以辭退了 而版本勇人則是去年有傷,因為身體狀況辭退 另外柳婷優奇則是以他認為 他的狀態沒有辦法在經典賽時調整到最好所以辭退了 投手的部分,平良海馬因為明年想要轉先發 在調整上會有些不同所以辭退 剩下上人則是因為在去年季後去動手術所以辭退 除了這幾位,比較大的遺珠有 版城的青柳晃陽,佐藤惠銘和進門光絲 橫濱的山崎康晃,樂天的淺春龍斗 版城的石川中泰和廣島的西川龍馬等等 那因為篇幅的關係就不再一一介紹了 最後,千赫是因為球隊的要求可能要在四強才會加入日本隊 田中江大則是栗山監督親自致電告知沒有入選 我自己是覺得真的還是有點可惜啦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隻誓言要奪回世界第一的日本隊呢? 在面對各國大聯盟明星還能過得這麼順利嗎? 歡迎留下你的看法,但一樣請理性討論喔! 最後的最後,那天在PTT看到一個有趣的討論 日本能組得出有實力的第二隊嗎? 反正只是幻想,我試著把遲退的選手也放入名單 只花了大概10分鐘,用這次栗山眷督選人的配置 排了一下可能的第二隊 我自己看完覺得還是挺可怕的,你們覺得呢? 這樣的二隊能走進四強嗎?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掰掰! 拜拜!